你知道肝在哪裡嗎 沒有這麼高 這邊 這邊 肥肉的牙齒 真的不像面一點 對對對 互動式的教育課程 讓學生增強健康儀式 這是全民健康基金會 攜手足扯業者推動的 優質健康教育課程 透過學童們學習保肝健康知識 建立正確的健康習慣 同時也從而感染周遭的人一起保健 那這一堂課的起源 其實就在你們這麼小的時候 然後呢 我們家的那個小孩 就在這個地方開始培養 如何推動自己變成小精兵 所以他們這邊學習了很多 志工姐姐 專業老師 他們設計的課程 讓你們可以在線上跟線下一起玩 那也非常感謝我們輸出車 尤其是這個我們的福福總 因為有合運的加入 所以呢 原本只有在這一個淡黃區天龍國 可以有的這一個教育的福利 我們開始推到各個平衡去 那非常感謝 在去年的時候就已經到達了這個北北基 今年呢 已經到了我們的新竹縣 新竹市的部分 我們希望呢 在不久的將來 我們推廣到全神的天下 跟著我們保甘的那個教主 就是我們的黃老師一起就是開著保甘的列車 到處去就是不管成人小孩 一起來做健康教育的部分 那同時我要感謝政府 以及學校各界的一個大力支持 那今天呢是我們連續第三次對這個活動的一個贊助 那我記得我們從去年開始就配合這個前建會 從台北市我們把這個活動推廣到新北 基隆讓我們現在到新竹這個地區 那我相信這個概念就是說 我們希望這樣子的一個優質活動呢 能夠從都市慢慢慢慢的把它推廣到天下 甚至於逐漸的遍佈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同時呢 我們也期望就是說 有更多的學童小朋友來參與 我們期望能夠落實 剛才所謂的這個健康從小乍根的這個理念 其實就是因為早年之前 在網進教育部服務職之前 我們在民間 像我們之前也曾經跟 比如說像跟慈濟在合作 用來把教育的事情 那我們就觀察到一個現象 就是說 很多這些很重要的概念 你跟這個 比如說要跟家裡的阿公阿嬤講 有時候我們這種年紀的跟自己的爸爸阿嬤講 阿公阿嬤講 然後有時候都不當一回事 都跟你配不配合 但是如果孫子講的話就不一樣了 孫子說阿公阿嬤你怎麼這樣 阿嬤你怎麼這樣 那個孫子女對阿公阿嬤的影響力 真的非常非常大 所以像之前我們在做環保教育 我們就覺得 怎麼樣透過孩子們的力量 可以促成家庭裡面的改變 我們覺得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那在健康領域 我們這次看到這個 這個 這個保肝推崩小前面 我就覺得這個概念太棒了 因為特別是很多健康的概念 有時候我們在跟我們的長輩 跟我們自己的爸爸媽媽 叫他去做檢查 有時候也是跟你 有時候都要吵架吵半天 但是如果我們能夠讓孩子們 透過這種比較有趣的方式 就是從小的時候他就有這種 這個國民健康的素養 在很多人的概念他都有的時候 然後再透過他們在家庭裡面 發揮這個影響力 其實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有創意的做法 好健康小學堂從北北基擴展到新竹 這次邀請到新竹內灣國校學子 免費參訪全監會並上課 期盼他們習得知識後 做一位保肝推廣小煎餅 那也很謝謝我們好健康小學堂的活動 不管是線上課程 還是我們多元的實體課程 讓學生都可以從小開始學習 保肝以及注重身體健康的課程這樣子 那也可以帶回社區帶回家長 然後跟家裡做分享 然後很謝謝這個活動 帶到天下 讓我們孩子可以看見更大的世界 那這個也許是產書豁免的責任 因為2017年 我在許批跟我們林醫師的指導之下 這個把好健康小弟長成立 就是有那個責任要繼續恨顧 所以本來我說不要赤詞的 講話介紹一下就好 這個小學堂有很大的意義 就是第一點 其實健康的促進是忠誠學習 當政府在推動的時候 很奇怪就是卡卡的 所以如果有透過公司學歷 有點像好心肝的 這樣一個基金會 然後搭起那個平台 把官方學校 企業結合在一塊 我覺得那個效果特別好 創意的教學模式打破傳統被動學習框架 激發學生自主探索與思考 更進一步與日常生活 結合深化健康知能 課程主題涵蓋肝膽心臟腸胃等健康知識 幫助學生建立良好的健康觀念 記者旺軍 臺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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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